从古斯路到今天的一带一路 中国和中亚国家共同谱写了 相知相亲 互融互通的篇章 如今 双方以真诚互信 共同开拓更广阔的合作空间 以平等互利 联手打造新型国际关系典范 各领域交流交往 不断加深 中亚五国的民众也期待 此次峰会能带来与中国合作 共同发展的契机 在过去几年里 集中关系在经济贸易等方面 进入了一个新的水平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中级乌铁路项目 中级两国在贸易商业教育 等各领域的联系 正日益密切 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快 我们应该了解他们的经济发展 也应该努力把他们在科学 经济和教育方面的经验 带到我们的国家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可以成为哈萨克斯坦 经济发展的动力 换句话说 与中国在各经济领域的 协同合作 意味着哈萨克斯坦的发展 中国是我们的邻国 从传统上我们的关系就很好 我们在经济 政治和教育等领域 进行了深度合作 双边关系得到了长足发展 我们很高兴看到乌兹别克斯坦 与中国建立长期良好友好的伙伴关系 我们期待新的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